2017年全球转型论坛 今天在吉隆坡国际会展中心正式节目 这个为期两天的活动 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超过3000名代表出席 而我国首相纳吉今天也亲自来主持开幕仪式 活动还有另外一个亮点 就是其中一位主讲人 是阿里巴巴集团创办人马云 马云也是大马数码经济顾问 他和首相纳吉在活动第一天下午 主持数码自由贸易区的推荐里之后 也会在活动的第二天下午发表演说 因此叫许多出席者都感到非常期待 虽然这是一场有关全球经济和转型的论坛 但是纳吉今天至开幕此时 也当众指责反对党 他谴责反对党在散播假新闻之际 往往不予政府求证 如果大马真的是如反对党所指的 濒临破产 沙蒂阿拉伯还会积极投资我国吗 另一方面纳吉透露 电子商务是现今发展的大趋势 但目前东盟在全球电商的贡献 却不到百分之一 因此如果我国要与欧美和中国竞争 就必须发展新的重要经济领域 以顺应时代改变和革新 纳吉指出为了追上电商趋势 政府在2017年财政预算案宣布 国内网速将会在今年内提升一倍 宽频服务的收费也必须减半 与此同时 政府也推荐国家电子商务路线图 以便在2020年之前 将我国电子商务成长率 从10.8%提高至20.8% NTV7红美玲采访报道 我们下车的收费